我出生卑微 但不卑贱 我天生胆巧 但不笑笑 我不爱读书 但从不认输 我不想学乌 但短修商务 我虽不专一 但不抛弃 我缺少豪气 但讲义气 我不是英雄 但谁是英雄 我不是天明 但这是天意 欠你姻缘一生子 发泪血龙一肚子 旧肉朋友一桌子 兄弟姐妹 一家庭 一月一生子 发泪血龙一桌子 旧肉朋友一桌子 兄弟姐妹一个 我出生卑微 但不卑贱 我天生胆巧 但不笑笑 我不爱读书 但从不认输 我不想学乌 但短修商务 我虽不专一 但不抛弃 我缺少豪气 但讲义气 我不是英雄 但谁是英雄 我不是天明 但这是天意 万世流芳一垂子 千古遗憾一公子 功名富贵一阵子 美尘如花一辈子 你们有个想法 真是怎么会 那些女的 说来 我大小一辈子 我自材 你 Ans触 我大的 大小一辈子 其实 你 你 听 我 我 你 你 你不过去 你怎么也没有 我这么老 你是不是 我现在就会 你这么说 我会 你不过去 我怎么说 我自己不过 我都不过 你不过 你不过 我还不过 我还不过 这次咱们一定要 抢在他们前头 师父 您要多注意休息啊 好了好了好了 小宝 看来你在 清廷皇帝面前 还是颇为得宠的 师父 再得宠 也只不过是个奴才罢了 这也真是委屈你了 不过 你越是得宠 对我们反清复明的大业 就越有利 将来我们举世的时候 一定能够杀清廷皇帝 一个措手不及 对了小宝 你的功夫 到底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不妨给维师 演练一遍 是师父 行了 行了 总座主 时候不早了 为乡主出来这么久 是不是也该回宫了 以免遭人怀疑 是啊 师父 皇上拆我出来 寻找反贼头目 这个时候啊 我也该回宫复命了 好 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你抽空自己多加练习 改日为时再来教你 小宝 皇宫之中凶险万分 你起了多加小心 多谢师父 那徒儿先行告退了 先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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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他 慢走慢走 慢走 总座主 我先支开围乡主 是有原因的 什么事情 还需要瞒着小宝啊 吴英雄来京进贡 带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贿赂京中的王公贵族 为小宝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能没他的份吗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咱们接下来的计划 是绑架吴英雄 我看这件事啊 还是别让伪想主知道的好 嗯 那这件事情就暂时不要告诉小宝 等我们抓住了吴英雄 再想办法调除吴三桂 不过 吴英雄身边应该有很多护卫 我们该如何下手呢 前几日我在一个地方遇到了吴英雄 不过那个地方 我不太好意思说 讲啊 为什么又不讲 吊总舵主的胃口 说呀 快说什么地方 那还用说 齐老弟的相好是宜鸿院的头牌 蓝勋姑娘 没看出来 真有你呢 你看看 奴才小柜子叩见皇上 皇上万福尽安 起来吧 谢皇上 小柜子 结果怎么样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啊 皇上英明睿智 料事如神啊 一点不错 这反贼的幕后黑手 果然是云南木家的 果然如刃所料 估计多龙 现在还不相信 传多龙 喳 小柜子 你是跟进了匪朝吗 没错 他们的主子啊 还请我吃水果 江湖人称 什么小公爷木剑生 就是木天波的儿子 他们还说 皇上虽然年轻 却是盛名无比 是几千年来 少有的好皇帝 他们即便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加害皇上 说这次完全是想 陷害吴三桂 以报复害死 木天波的大仇啊 什么盛名无比 你杜撰的吧 不不不不 真的是他们亲口说的 他们说 熬拜这个大奸臣 残害良明 皇上一上来 就把他给咔嚓了 这是大快人心的 他们还恭维皇上 说是什么 鸟生 鱼汤 是尧顺鱼汤 什么鸟生鱼汤 就说你不怎么好好读书吧 尧顺鱼汤呢 是古代四位明君 是大圣大人的好君王 怪不得怪不得 这么说来 这些反贼 倒也不是完全不明事理啊 奴才多龙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小柜子 你给他说说 反贼都有些什么角色 哦 有一个呢 是洛塞胡子 说起话来 使劲在那摇头 叫做摇头狮子 无力深 哦 看到他摇头 奴才 早就该猜到啊 啊 还有一个呢 叫做铁背苍龙 柳大红 哦 这这这这 原来是铁背苍龙 在主持大局 这这这 要不是皇上圣断 咱们都以为 是吴三桂干的呢 这这 要不奴才 现在马上去抓人 恐怕他们 现在都已经走了吧 不过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真正的主子是谁了 这些人的目标 也不是朕 所以 没什么答案 就怕 我们蒙在鼓里 上了他们的大当 这这这 还好 皇上圣命 弄菜糊涂 这 要不 要无大事了 还好我一番马匹派的皇上 不去抓人 否则这流失颗脑袋搬家 方姨老婆 又要哭成泪人了 骑兵小王爷 贵公公到 快请 是 世子 贵公公 杨大人 贵公公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失敬失敬 好说好说好说 贵公公 请 师子 我今天来呢 是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是有关平夕王府 遭人陷害之事 没错 哎呀 起初皇上 根本不相信 你们平夕王府 是受人诬陷的 后来啊 我几经辛苦 费了九虎二牛之力 九牛二虎 对对对 九牛二虎之力 不辞劳苦 一路追查 最终让我发现 那些刺客身上 所穿的衣服 虽然印有贵府的招牌 但是 所用的布料 乃是京城所产 皇上 这才相信 我的判断 贵公公大恩大德 平夕王府 前仗贵公公才得以 洗刷犯上嫌疑 在下感激不尽 嘿嘿嘿 世子 你太客气了 终究 还是皇上圣名 是皇上还了你的清白 你要感谢呢 就要感谢皇上啊 贵公公 所言甚是 黄恩浩荡 微臣 谨遵圣训 力经图治 报效朝廷 如为誓言 愿遭天遣 万岁 万万岁 是的 快快快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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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贵公公 贵公公 大恩不言谢 日后如有任何差遣 平夕王府上下 万死不辞 哎 这话就严重了 我们是朋友嘛 太客气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你这心中 七上八下的石头 也该放下了 在下恭送贵公公 好 先走了 对了 皇上 叫我问世子一件事 什么事 你们云南 是不是有一个官 叫卢一丰的 在京城啊 是 卢一丰 是新任的云南取经县 支县 县下人在京中 等候叩见圣上 哦 皇上 叫我问世子 那个卢一丰 在某酒楼里面 纵容手下打人 欺压百姓 这到底是受什么人指使啊 有这种事情 卑职该死 把卢一丰叫来 先打断一条腿 是 打断他一条腿 这未免 没错 打断他一条腿太便宜他了 打断两条腿 是 那 告辞 我这就去 来 看进来大爷 来 好久没来了 来 我们喝一杯 你先喝 你先 你喝一口 我喝一口 公子 公子 兰勋姑娘 这名字好听 人又漂亮 看见没 那几个人 应该是无英雄的保镖 看样子武功不错 他们再抢 能抢过我师父吗 再说 我们有六个人 师弟啊 一会儿你负责抓无英雄 这几个人 我们对付 来来来 我们喝酒 好 公子 你们先喝着 我去去酒来 别走 一只 跟他们说 兰勋姑娘 今晚我包了 少爷 时候不早了 毕竟 不是还早吗 老爷吩咐过 咱们出门在外 啰嗦 别只会扫兴好不好 你先下去 还有 我们要叫你上来 你不要上来 不要打扰我们的野戏 就是啊 来来来 我们接着喝 你还不下去 公子 来 生生气 来 来 冯子 咱们接着喝 来 来 喝 公子 我不要走了 我英雄这个狗东西 忍治我的蓝蜀 小朋友 小朋友还不走 喝呀 公主 好 干 死我了 你 咱们接着 走 我 一点也有 都 过来 快走 走 走 来了 快快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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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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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星 我们三套赵 你到那边 请人跟着我 走 走 你们赶快来 这回咱们干的事干净利落 丑道青来 主子 望瑶子不见了 我保镖回去肯定要砍头了 这臭小子 竟敢沾着我们的蓝薰 还说蓝薰是你的人吗 有本事给他赎身 娶他当老婆 就是 别动 各位老弟 这大半夜的 你们干什么去呀 刘老爷子 你们想干什么 我想问问 这桶里装的是什么呀 能否让我惆怅 桶里装的是水果 水果 半夜里这么多人 送水果 敢明天的早逝吗 好了 不用送了 我整桶 我整桶买下了 多少银子 这桶水果你还真买不了 已经有人要了 你要要呢 改天我再送你一桶 你 老夫直说了吧 这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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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卖我个面子 把他让给我们 这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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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会也很重要 是啊是啊 老夫知道 老夫这么做 确实是有违江湖道义 可是这一次 实在是被逼无奈啊 日后 老夫自当会向陈总剁主 赴金请罪 走别动 一周 推车 好的 策略 哈 达 救了他们沐王府三条人命 他们既然这样干 也太没有道义了 回去禀报总道主 让他为我们出这口气 师父 徒儿对不住你 让师父去做这样的事情 真是委屈师父 沐老公爷对我恩同再造 我在江湖上的一点名声 也全都是拜老公爷所赐 跟老公爷惨死在 吴三桂手下相比 我这点委屈 算得了什么呀 现在啊 就让天地会的兄弟们 去笑话吧 等再过两日 把吴英雄 活继了老公爷之后 咱们再去向天地会的弟兄 好好地赔个不是吧 现在 也只能这样了 小公爷 老爷子 天地会陈总舵主来了 带了多少人 只带了一个人 快去 是 宗舵主 小公爷 刘老英雄 老夫正想去天地会附近请罪呢 没想到陈总舵主亲自来了 实在是罪过罪过呀 请 请 好 请 陈总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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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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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让他当老公兼保镖 从此以后就可以远离江湖过上幸福的日子 那刘师哥答应了吗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得知这件事情很生气 可又怕告诉你 你会不舒服 所以刚才我才会 我 我不会 如果这件事真的是这样 我倒是心安理得了 要不然 总觉得我亏欠他什么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是吗 对于我来说 这件事是好事 他平安幸福 我便就能放得下了 为了这件事情 我可憋了一个晚上 我都不知道 该不该告诉你 谢谢 好哥哥 明天 能不能带我出宫呀 你急什么呀 你又没有什么刘师哥 明天 是我爹的忌日 我想 去给他磕个头上炷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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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办法 这两天 确实有些难 这查得是太严了 我知道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要不然 你帮我带一些香煮纸钱回来也可以 这个不是问题 你爹 那就是我岳父 让我烧他个三两千银票 那也愿意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开这种玩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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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你们两个 我会尽力而为的 我会尽力而为的 你们好好的 我去去救回 走了 各位公公 咱们到前面那家店去看看吧 我跟你说 不是这种季节的水果 千万不能献给皇太后和皇上吃 为什么 他们要是吃了 觉得好 让我们天天逛 这哪供得上 供不上 那不就咔嚓一下子 放心 我不是给他们吃 我是给我屋里两姑娘吃 两个 可惜咯 小宝 小宝 不要跑 你别跑 小宝 你到哪去啊 没看见那有个死人头吗 吓死人了都 快点 死人头多吓人了 哎呦 这谁的头啊 这 吴英雄的 谁那么大胆 敢杀平夕王的儿子 是啊 除了皇上 谁敢的 哎哎哎哎 这怎么生 我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走 去看看 好可惜啊 当时啊 这个吴英雄 正在医护院里快活着 皇上啊 派几名御前侍卫 假装就客 把他给拿了 这个吴三桂要起兵造反 所以皇上把他儿子的头 给砍了 行了吧 快 行了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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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说说 咋能这么喊 快捏一下 这怎么写什么呀 吴三桂之子吴英雄啊 你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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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 别跪了 别跪了 奴才先皇上 吴英雄被杀了 你知道吗 奴才刚刚在街上 采办货品的时候 是亲眼看到吴英雄的人头 挂在那个城墙之上 而且奇怪的是啊 这 这这街上 老百姓说 是听宫里的一位太监说 是 皇上派 御前侍卫 假扮成酒客 去银红院里 抓到吴英雄 不不不不不 御前侍卫 绝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那个太监 肯定是个假的 可恶 荒唐 贵公公呢 在街上所闻 证实了皇上所言啊 有人想杀了吴英雄 诬陷皇上 逼迫吴三贵起兵造反啊 三番同气联支 如果平西王起兵 势必会联合平南王和靖南王 三番兵强马壮 势力几乎占我大清理一半 如果他们三番联合起来 说真的 朕没有把握打赢这场仗 那皇上 您委托南淮人制作的神武将军炮 算算时间 应当快完工了吧 没错 你赶紧去查看一下 喳 这批人 他们难道不知道吗 他们杀死了吴英雄 逼吴三贵造反 这打起仗来 有多少乌骨百姓会被害死 小柜子 杀死吴英雄这件事 到底是谁干的 这奴才还没有查到 不过奴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这批人他们心狠手辣 他们不光杀死了吴英雄 还把他的脸用刀子给划烂了 既然要塞丧给朕 就应该让别人都知道 那就是吴英雄 却用刀把他的脸给划烂 这是为什么 东龙 在 索图 在 你们说是为什么 这 皇上明见 莫非那首级 不是我英雄的 在 在衙门里常听人家说 那些江洋大盗 把自己的衣服换给别人 然后把人杀了毁容 让官夫以为死的就是他呀 杜龙 杜龙 赶紧派人 去把吴英雄的手机给拿下来 仔细查看 究竟是不是他 奴才遵旨 他 杜龙 帅 快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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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军令入山 我们是在京城把小王爷给丢了 等回到云南 王爷一定会把我们都砍了 不行 我要去找皇上 我跟他理论一下 你疯了 你进得去 还出他来吗 就算我出不来的话 我也要告诉皇上 他这样做是不仁不义之君 你 总兵 总兵 贵公公来了 杨阳大哥 这是 贵公公 你带兵过来 是抓我们的吗 杨大哥 你别误会 我来呢 是想告诉你们 其实啊 并非是皇上所为 刚才好像明明听到 那个公公说 来与前侍卫 在怡洪院捉了我们小王爷 同昨天晚上一模一样 一阵烟之后 小王爷就不见了 天子脚下 还有谁能这么大胆呢 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啊 大哥 皇上如果想杀世子 用得着叫玉琴侍卫 去抓人吗 只要下一道旨 把他照进宫去 咔嚓一道就把他给砍了 难道 世子还敢抗旨不成 那些反贼们 既然可以诬陷你们平息王府 难道 就不能诬陷皇上吗 贵公公 您是皇上特意安排过来安抚我们的 可是就凭你这三言两语 要告诉我们这一切 不是皇上的所为 恐怕 很难让我们信服 除非贵公公 安排我觐见皇上 我要当便问问他 杨大哥 这皇上 即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皇上要我来传话 说这件事情 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不过呢 在事情查明之前 你们啊 最好不要离开京城了 这 这不形容软禁吗 杨大哥 你放心放心 皇上绝无此意 他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嘛 我猜啊 马上就有病往来 将我们这里团团围住 你会算 贵公公 上次刺客 污蔑我们王爷 贵公公仗义之言 杨某人本以为交了一个好朋友 没想到 我错了 你们都是替皇上办事 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情可言 杨大哥 你这话说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 多总管到 杜大哥 你怎么来了 多总管 杨大哥 杨总兵 皇上要我查明 那城墙上吊着的首级 是否是贵府的小皇爷 可是面容已经被毁 看不出来 所以我特地带来 给杨总兵瞧瞧 这不是小皇爷 万幸 真是万幸啊 贵公公 说是万幸 有点过早 虽然这首级不是小皇爷的 可是小皇爷到底在哪儿 他们截止小皇爷的目的是什么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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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兵 少安勿躁 皇上已经下旨 一定要查明真相 绝对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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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兵 刚才有人说 本来以为呢 我们能交个好朋友 后来又有人说 我们没有友情可言 这话听得我 心里很不是滋味啊 贵公公 在下心系小皇爷之事 罗网誓言 请多多包涵 开玩笑的 放心吧 在下一定会尽我最大所能 帮你们找到小皇爷 如果找不到 我就没脸面来见你 可一旦要找到了 我们还交个朋友好不好 成贵公公看得起我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可是现在这个处境 敌人在暗我们在明 本官有个建议 贵府的人都留在这里 以免节外生枝啊 是啊 无英雄在怡红院被人掳走 这手法听起来 倒像是我干的 这主谋不是天地会 就是慕王府 可我又不能挑明论问 唉 我怎么才能救出无英雄呢 明天 是我爹的忌日 我想 去给他磕个头上炷香 明天是慕王爷的忌日 应该是慕王府的人 抓了无英雄 要活祭功王爷 他爷爷的 这无英雄要是死了 天下不太大乱了吗 这位工作爷 您需要什么 这个嘛 总有一天会需要的 不过 我先付个定 我想请问一下 有一位老先生 他姓慕 人称他是老公爷 这四个字怎么写啊 我知道了